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到濟南泡特泉水 泡的茶我們喝過 現在我給你一些在濟南泉水做的啤酒 你先喝不喝 我有名堂千杯不醉 多多殺得起 真的這麼厲害 不如這樣吧 一直喝濟南的啤酒 一路嘆 這裡是濟南菜好嗎 中國有八大名菜 濟南菜屬於甚麼呢 濟南在山東裡面 濟南菜即是山東菜 八大名菜裡面 山東菜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為何影響力這麼大呢 你有否吃過宮埔雞丁 有 北京田鴨 也有 沒錯 原來四川菜和北京菜 都受山東菜的影響而變化出來 我們先喝一杯 好 乾杯 乾杯 好 接下來這個呢 都是山東名菜 糖醋黃河鯉魚 糖醋魚便行 為何要叫糖醋黃河鯉魚呢 山東的位置呢 就是剛剛黃河出口 和渤海 即是鹹淡水交界 在這裏的鯉魚呢 是最香甜 最滑的 原來糖醋呢 就是山東的菜來的 看到山東的影響力很大 就是全國很多菜都用了這個糖醋 去做其他不同的配料 印度通常都是用丁香 豆扣 肉桂 芫荽種子 和小茴香 香料為主 是 很有甜甜酸酸的感覺 是不是開胃 很香 這種酸甜的煮法 你知道的 我個人最喜歡 生抽排骨 咕嚕肉等等 即是說 山東菜的味道 不只是影響我們中國 而是影響全世界人都喜歡它 我們應該打包幾條回香港 我問你收拾回去才行 一般山東菜都會有 煎炒炸炸和煨 我們介紹的就是九鑽豬大腸 九鑽豬大腸 為什麼叫九鑽豬大腸 是否就是九吋 九鑽 即是由煎炸炸炸炸 九種程序 去做豬大腸出來 又說吃山東菜的師傅 為什麼會有日本鍋貼 我相信山東鍋貼 就是全國是日本的 因為它的地方很近 這個山東鍋貼 最特點是怎樣呢 裡面的餡料 我們來吃的時間 可以選擇 春夏秋冬 可能不同的餡料 就可以做不同的餃子 這個是用菜和蛋做的 素餃子 素餃子不適合我們的香味 也是 老菜為什麼在中國飲食文化裡 這麼受認同呢 就是因為廚師對每一個環節都很堅持 跟我們做旅行社一樣 我們對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地方都很認真去做 就會受到客人的認同 Cheer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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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